哈喽哈喽,今天我们来讲素描当中的缺口怎么样去表现 首先我们找到大的黑白灰关系 然后用纸巾把颜色均匀的抹开 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纸擦笔带出缺口的暗部 然后亮的地方用橡皮去提亮 之后呢再用笔加重它侧面转折的地方 也就是把这个画面的关系进一步的去完善 这个深入的过程也是完善画面的一个过程 注意它的细节要跟着画面的整体关系去走 不要一味的去抠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明暗关系不太了解的话 在右下角画了一个详细的示意图 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有时间的话可以多练一练哦